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东部的谢尔扎德地区,当地政府推出了一个以供换粮的计划,为400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,从事非熟练劳动,需要有新工作的穷人提供粮食供应。 三个月之内,他们已经完成了51公益项目。 在此期间,6条10公里的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45条220公里长的运河得到了修复和清理。 该地区已分配了80吨小麦,这些小麦将作为工作回报进行分发。 以供换粮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劳动换取食物,食物相当于一种工资提供给参加劳动的人,就是我国古代的以供待阵。 这些项目包括人行道,道路和桥梁维修以及运河和河流的清洁。 阿富汗为什么会推出这个计划呢? 阿富汗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国际援助,过去他们给一些贫困家庭免费发放粮食,但是发的次数多了,部分人养成了好义务劳的不良习惯。 为了防止一些人不劳而获养成依赖心理,南戈哈尔省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。 以供换粮计划是一项旨在减轻农村贫困人口负担的有偿就业方案。 在以供换粮计划的帮助下,人们能够通过劳动间接获得就业机会,也能有效防止人口外流。 该计划不仅让贫困家庭获得了食物,还让剩余劳动力为阿富汗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。 不过,以供换粮有一定的局限性,这个计划只能提供一段时间的短期就业,而且丧失劳动力的家庭无法参与其中。 该计划的最大局限性在于距离限制,有些地区有大量贫困人群,但是施工地点距离一些人的房子太远,即使给了他们粮食,距离太远的人也搬不回去,毕竟他们付不起打车的路费。 在阿富汗面临日益严重的贫困和饥饿的情况下,该计划是消除饥饿和加强阿富汗基础设施的良好举措,它同时解决了失业和饥饿两个主要问题。